今天终于又来冲浪了 大概停了两周 就没有冲了 上周下雨 之前还有一次有什么事情 然后挺开心 今天也不出太阳 没有那么晒 然后今天来的也比较早 现在才九点半 所以的话 因为越早的话 让普遍来说 在这个山塞壁其实更好的 所以期待着 看这边可以划船 那种kayak 还有stand up paddle board 我觉得之前一直特别想玩 下回可以带朋友 还有孩子们一起租这些 都挺便宜 大概是20到30块钱 一天 带着单车出来玩 今天停车场还挺满的 不过还好有一些空的位置 直接到就停了 后面只在刷那个浪 哇 那浪好大 好啊 这个 从不起来会摔死 刚才从远处看那个浪特别大 今天浪特别大 还不错 因为这个前面摆浪这段挺长的 所有的话就是在岸边的时候 那个浪不会太大 不至于像上回一样拍到那个沙滩上 反正今天还挺不一样 看浪还挺长挺大的 稍微有点不是那么平缓 就是不是那么平静 你看那个浪虽然很大 但有点点不平 总体来说还挺好的 赶紧吧 就这了 不过今天没有人拍 然后我们就下水下玩吧 也不录了 那很快啊 这个浪就开始变得 就是我们大概玩了一个小时之后 这浪就完全破碎了 你看 完全完全不成一条那种浪 都是一个挨一个的那种小碎浪 所以这种的话就特别难冲 你刚有可能把你推出来 推起来 其实后面又有一个小浪 然后或者前面有个坑 有个洼那种浪 你就特别容易翻 我的板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又轻 后来发现那个岸上 特别多那种垃圾塑料的垃圾 因为之前看过很多纪录片 就是海里的生物那些鱼啊 吃到这些塑料的话 就完全就最后就被撑死掉 然后包括鱼啊海鸥啊 都会不小心吃到这些东西 所以每一次我都会捡一捡 看到有什么东西都捡一捡 然后前段时间不是那个有飓风吗 所以的话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可能带出了很多垃圾 平时的话 还好 这边那个垃圾桶也挺多的 其实大家都还是比较好 会把它直接扔到垃圾桶 但不排除又少数人比较懒 然后就随手一刃 最后就成了海洋的垃圾 刚才已经慢慢一把了这个塑料 现在到最后 一次随便抓就抓那么多 保持海洋清洁 因为我们都在玩嘛 我们自己的海洋 我们玩的海洋 还是希望它越干净越好 所以的话我们自己做一点 剪一剪啊 肯定会更好一点 大家看到比较干净 也不会太随意的任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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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 好 好 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